娱乐中心施育运报导歌手员为曾入围了金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 图资料赵大陆歌手员为出身中国好声音 曾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语女歌手 唱功一流的她 原定23日晚间要在成都 半个人演唱会 却因为确诊声音出问题 于开唱 三小时临时宣布取消 各地粉丝早已买机票 饭店赶来 众多歌迷情绪不满 留言指出团队处理手太离谱 引起热议 原为在演唱会开始前三小时 宣布取消 歌迷怒乔 图华那音乐提供原为公 是23日在演唱会开始前三小时才宣布取消 不少歌已到现场吹了几小时冷风 也有不少外地歌迷 已请假搭机到成都 所有时间与金钱都付诸流 原为出面还原经过 表示23日起床发现声音沙 开嗓后仍不对劲 做检测呈现阴性 赶紧联络当 医师 医师却说水肿严重 无法用嗓子 但他认为 即可以称一下下午病况转为严重 身体开始发 全身过敏 再做一次检测发现确诊 原为发现 因出问题后 我觉得天塌了 不是因为病痛的难 而是第一瞬间想到所有远道而来的你们 你们有多期待 委屈和自责太多太多 原为突如其的状况 大批粉丝痛批还我住宿交通前 团对决 此次因活动取消产生的交通 住宿损失 工作室 全部承担 进行全额补偿 挽救生育